好 大家来看 当我们选中每一个单元格的时候 这个编辑栏中都会显示出相应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列 那么这一列呢 这个数值209666 好 当我们将光标 选中这个单元格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编辑栏中显示出的是 等于F3乘G3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即将要给大家讲解的 这些单元格中的数据 实际上显示的呢 它是一个公式 那么我们提前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些公式在使用过程中 是我们Excel中非常常用 也是功能非常强大的一个地方 它代表的含义 比如说这个单元格中显示的是F4乘G4 它代表的是我们当前F4 那么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个79 这个格子乘以我们的G4 G4呢代表的是这个 也就是说79乘1568 它俩都是我们提前预先写在单元格中的数据 那么这两个的成绩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数值 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数值并不是我们输进去的 而通过自动Excel计算出来的一个数值 我们是用公式对它进行编写的 而我们的公式就可以显示在编辑栏中 如果我们要对公式的这个格公式进行修改 就可以在这块进行修改 当我们把光标确定在我们的这个编辑栏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三个单元格 相应跟这个公式相关的这三个单元格 然后就有这种被选中的这种标记 好 那么大家接着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格子 这个格子呢叫做单元格名称栏 那么这个单元格名称实际上 它是由字母和数字决定的 那么字母呢就是咱们的这些列的名称 大家能够看到每一个列都有一个英文名称 那么每一个行呢也有一个数字来进行定位 那么如果我们当光标确定在 比如说大家能够看到 我确定在这个也就是B列的第三行 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单元格的名称就叫做B3 好 接下来呢我确定在F的第四格 那么这块就显示的是F4 好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单元格的名称 由我们的列名加上我们的行号 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数值比较大一些 大家能够看到它实际上这个数值也就变得更大一些了 那么刚才我们也已经给大家来介绍到了 那么这些列呀它是以字母来进行显示 那么如果超过了26个字母 它是如何来显示的呢 那么我们接下来往后来看一下 实际上当超过了26个字母 比如说Z之后呢 实际上它会以两个字母这种来进行排列 那么实际上我们的每一个这种工作表中 我们的这个列最多是256个列 好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行 我们的单元单元格的这个行号 我们最多是65536 提前大家要记住这就是2的16次方个行 我们Excel真正的保存数据呢 实际上是保存在工作簿中 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当前这个表中的这个工作簿呢 里头包含了有三个表 大家来看一下第一第二第三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切换这个工作表 来可以看到这个工作簿中的三个表中分别的内容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块点击加号 从而新建一个工作表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默认给的这个工作表的名称呢 叫做工作表1 我们也可以通过双击 然后对它重新命名 那么我们要是想看我们这些工作表之间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键来进行切换 也可以通过直接来点击它 那么当我们新建一个文件的时候 好 现在我们来点击新建一个工作簿 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空白的一个工作簿 空白的工作簿 它的名称呢 就叫做工作簿 那么它会根据我们当前 因为我这已经是新建的第二个工作簿了 所以说默认给的名称呢 叫做工作簿2 那么大家能够看到 如果我们新建一个工作簿的话 它默认只有一个表 名称呢 叫做工作表1 那么事实上 我们真正的这些内容 都是在每一个工作表中来进行填写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能够看到 在最底下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栏 这个栏呢 就叫做状态栏 状态栏是显示在我们这个 Excel这个窗口的一个最底部的 大家能够看到 我们这块呢 有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 我们叫它视图切换区 那么接下来在这块 这块有一个比例的一个滑块 我们通过这个滑块呢 可以放大或者缩小 我们当前这个Excel所显示的内容 大家能够看到 通过这个滑块 放大缩小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刚才的这些文字 如果太小了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滑块 滑到较大的地方 那么这些文字显示的就会略微的大一些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切换这个视图区 我们默认的情况下 我们显示的大家能够看到底下的提示 是普通两个字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只用咱们的这个普通视图 那么其中还有一个叫做页面布局视图 实际上这个页面布局视图 我们使用的并不是很很常见 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切换回普通视图 状态栏实际上除了咱们的这个视图切换区 以及这个放大缩小的这个显示比例的 这么一个滑块以外 实际上还可以显示 我们当前操作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那么如果我们所勾选的内容 大家来看 如果我勾选的不是一个单元格 我勾选的是多个单元格 如果我勾选的是数值 大家能够看到 我现在勾选了有三个数值 那么就会在底下给我显示出来 我们当前这三个数值的 平均值 计数 以及求和 能够帮着我们把我们所选择的这些数值的 总和给计算出来 当前我勾选了几个 它还会有计数 以及这几个数值 它们之间能够计算出来一个平均值 那么接下来我再来勾选 我现在勾选了一大片的数据 能够计算出来平均值 计数 以及求和 那么如果我们选择的不是数值呢 好 接下来我们来选择一些文本 大家来看 它并没有平均值 以及求和 但是能够给我们进行一个计数 说明我当前勾选的单元格一共有八个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 这也都是一些文本 也都能够进行显示数据 显示技术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 右击 然后弹出来一个快捷菜单 通过这个快捷菜单中 我们还可以通过勾选 比如说勾选最小值 以及 最大值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勾选一些数值 看一看和刚才有什么不同 好 我现在勾选了这么多数值 那么不仅能够显示出来 平均值 计数 以及求和 还可以显示出来 当前我所勾选的这些数值 它们其中的最小值是谁 最大值是谁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XR中呢 有不同的光标形状 那么第一种形状 我们说叫做三维加号形状 那么大家来看 当我们默认的情况下 当我们把光标放置在咱们XR的单元格上的时候 显示出来的这个形状就叫做三维加号形状 大家能够看到 是一个有点浮动效果的这么一个加号 那么还有呢 叫做时心加号形状 当我们选择某一个单元格的时候 好 大家来看 我们光标逐渐往右下角进行放置 那么大家能看到有一个叫做时心加号的形状 实际上这个时心加号形状 主要是用来我们来复制 或者说 当我们想对某一个单元格进行重新拉伸的时候 大家能够看到 我们能够看到 它就派上了用场 还有呢 就是手形 好 接下来呢 当我们把选中某一个单元格的时候 把光标放置在它的上下左右四个边的时候 大家都能看到 我们的光标现在呈现一个手形的形状 那么当我们是手形的形状的时候 我们来一直持续按着 大家就能看到 好 能够看到这条数据就被拖拽了 好 接下来我再重新操作一下 当我们选择 并且把光标放置在它的上下左右 任何一个边的时候 好 现在 我们来进行 拖拽 比如说我现在拖拽到了K9 这个单元格中 好 现在撒手 那么这个数值呢 就被拖拽过来了 好 它除了拖拽一个以外 它还可以进行大批量的拖拽 好 大家能够看到 我现在选中了 一共有这么多个数值 有12个 好 接下来呢 我进行拖拽 好 撒手 那么相应的这些数值都会跑到这个区域 所以呢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手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双向箭头形状 当我们把光标放置在这个区域的时候 大家来看 如果我要是放置在咱们列之间 这个分隔线上 如果我要放置在这个列号上面 大家能够看到的是一个向下的一个箭头 我们如果要将光标放置在两个列之间的 这个分隔线上的时候呢 就会凸现一个左右双向的一个箭头形状 那么我们就可以调整当前的咱们的这个列的宽度 好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把光标放置在咱们这个行号分隔线之上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调整咱们当前行间距离 也就是每个行的行高 那么如果当我们普通的情况下 我们来点击咱们的这些功能 呃 功能区的时候呢 实际上它弹出来的 实际上显示出来的这个形状 就是咱们的普通箭头形状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光标形状 我们在这里都能并没有给大家来写 大家来看 如果我们要是在这个区域 能够看到显示出来的是这么一个形状 而且还有这种斜向的这种箭头方向 还可以右侧显示就是朝右的一个箭头 这是朝下的一个箭头 这是斜向的一项箭头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认识一下 刚才咱们在笔记中所说的快捷菜单 那么快捷菜单实际上就是鼠标右击弹出的一个上下文菜单 这些上下文菜单能够让我们很方便的找到自己对于我们所选择区域 也就是不同操作对象的一些相应操作的一些内容 比我们使用这个功能区中可能更加来的方便 好 比如说我们选中一行 接下来我们来选中这个行之后 我们来右击 那么弹出来的就是这样 有剪切复制 插入删除等等 这些功能选项 也可以进行隐藏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隐藏 大家来看 刚才我们的第一行就已经不见了 那么无论我们怎么看 都是从第二行开始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选择 也可以选择取消隐藏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 勾选几行 接下来右击 选择隐藏 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第二和第五是挨着的 那么中间的这些行呢 我们看不见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勾选二和五 右击 选择取消隐藏 接下来咱们的二和五之间的这些隐藏的这些行 就能够被显示出来了 这就是咱们的一些快捷 快捷菜单 也叫做咱们的上下文菜单 好 接下来我选择单元格之后 选择每个单元格 我们右击能够看到这些 那么等会呢 我们会给大家来讲到增加批注 在这里头呢 实际上这些都是非常常用的一些 上快捷菜单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当前是一个统计表 那么我接下来 打开这个页面 这个工作表 好 我们现在对着当前的这个工作表来右击 那么它弹出来的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上下文菜单 而且当我们右击的这个位置不同的时候 实际上弹出来的这个快捷菜单 显示出来的这些快捷选项 也都是不尽相同的 好 比如说我选择的是这块 那么弹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快捷菜单 如果我选择的是 咱们某一个具体的区域 弹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快捷菜单选项 好 希望同学们能够对这些快捷选项呢 能够进行认知 而且能够方便我们很快速的 能够对于我们选中的对象进行操作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何通过连击操作来选择更好的模板 那么刚才我们也已经跟大家来说了 我们能通过点击文件 这里头呢 有根据模板新建 那么模板新建的时候 我们刚才选择的呢 是一个空白的工作簿 那自然打开的时候呢 这个文件是不带有任何的这个文件样式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漂亮的 比如说我们来选择一个 日历的这么一个文件 好 选中 点击去创建 此时我们打开 能够看到当前的这个Excel文件呢 它显示的是一个日历的一个形状 我们来进行切换这些表 能够看到2015年的1月 一直到12月 这些不同的 这些日历的当前的一个内容 那么如果我们想创建一个日历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么一个模板 然后对它其中的一些内容呢 进行调整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呢 就是通过连击搜索所有模板 实际上这就是上网去搜索 咱们希望的这种模板 如果要是有的话 就会给咱们打印 就可以给我们显示出来 比如说 我们现在输入财务两个字 好 接下来呢 就开始进行上网搜索 它会将咱们相关的财务方面的一些 这种设计好的这种模板 给咱们显示出来 好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想要的这种样式 比如说管理我的财务 我选择这个 点击创建 此时给我们创建出来的这个工作簿 就是跟这个财务预算呀 等等等等相关的这么一个Excel文件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节课 先是初步的认识这家Excel 首先我们先要知道 Excel它的一些界面的构成 我们再来说一遍 实际上和Word是几乎是一样的 有快速访问工具栏 有标题栏 有选项卡 功能区 编辑栏 工作簿 或工作表 以及状态栏 等几个部分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来讲解了 这些Excel中 不同的这些光标 或者说常见的光标 可能它代表的含义 以及它的大致的一个作用 那么具体的作用 我们会在讲解 这些不同的功能的时候再次给大家进行说明 还讲解了通过我们点击不同的操作对象 右击可以弹出来一些相应的快捷菜单 也叫做上下文菜单 我们也给大家讲解了如何新建一个工作簿 那么新建工作簿的时候呢 可以创建一个空白的工作簿 也可以通过我们默认的这些选项 来选择系统内置好的这些工作簿 也可以通过联机上网去搜索 有更多的这些工作簿 好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先介绍到这儿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会给大家来讲解Excel的一些基本操作 包括数据的输入 包括格式的设置 包括编辑Excel工作表 以及如何去打印一个工作表 好 谢谢同学们收看